3 教授好 我们的题目是赞叹不已 全国每年使用化学肥金额高达1400亿元 且过度使用化学肥容易造成突然板结 养分流失水体污染等现象 传统农业做法大部分采用露天蓝烧 大量氧化碳卡于空中容易造成空气污染 或是直接将砍坊后的木头埋于土中 造成伤害植物根系生长 本实验利用农业废弃物制成生物碳 生物碳是利用农业废弃物在无氧或低氧环境下热烈结制成 可改善土壤使土壤留住养分并含养水源 提高有机质含量 台湾因为热带热而淡交接触 雨量充沛容易造成离洗作用 使得土壤中的盐积以使用矿路流失造成土壤平均 我们利用不同农业氛气物在不同温度下热烈解制成生物碳 并在堆肥过程中设定基物化性质 基辅守成度 了解生物碳改善堆肥品质的能力 最后我们将堆肥成品 满和向原土壤种植青椒菜 探讨对植物生长之效益 研究方法 我们分别利用破布子、粘雾、锦芒果 在不同温度下热烈解制成生物碳 并且对生物碳进行品质监测 生物碳制成后我们加入了新鲜的羊分及废弃太空包制成堆肥 并且对堆肥进行品质监测 观察36天后 我们将堆肥样品以1比1混合校园土壤进行青江菜种植 持续观察6周并且定期记录青江菜的叶片树、猪钢及土壤PH值变化 最后将青江菜采收、烘干、秤重 研究结果 设定不同生物碳之物化性质 热烈解温度在500度C时PH值最高 油土可得知热烈解温度越高PH值也随之增加 油土可得知破布子在热烈解温度500度C时电导度最高 芒果在热烈解温度300度C时电导度最低 堆肥成品皆偏碱性 因此我们可得知添加生物碳可改善堆肥土壤PH值 而电导度接下降至2.0以下 EC6比可作为堆肥辅熟过程中的重要指标 有图表我们可得知 在堆肥第36天时堆肥已达成辅熟 有效率图表可得知 思想化全肥6周土壤PH值占据于6.84 生物碳羊分堆肥均天碱性 可以提高土壤的PH值 也可以利用本身孔系提高土壤水分的保留 有效率图表可得知 添加热烈解温度在500度C 廉物生物碳新疆菜肝种为最好 本研究利用农业废弃物 破骨子、廉物、芒果 在不同温度下热烈解制成生物碳 以羊分为主原料 添加适量布包废弃物制成堆肥 并在堆肥过程中进行各项品质监测 以了解堆肥 以了解生物碳改善堆肥品质之能力 生物碳在热烈解过程中 酸性物质逐渐挥发 无基离子减成为减性物质 添加生物碳能吸附堆体内的岩基离子 并快速达成堆肥腐收 形成趋近中期有机肥料 有作用分析图我们可得知 添加生物碳可让堆肥更快达成腐收 且植物干重皆比未添加 即化学肥来得高 近年来冬序废弃物处理费逐年翻掌 废弃物处理不当 常造成环境污染问题 废弃物制成生物碳堆肥 回归农地再利用 除可达到防治污染目的外 还可增进地利 改善土壤 提升农产品品质及产量 且兼具生态保育及高经济效益 谢谢教授 谢谢教授 谢谢大家